离乙大战的最新战报来了,今天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对外宣布,自离乙开战以来,已经打死打伤了700多名以色列士兵,有近30辆坦克、数十辆装甲车以及推土机被摧毁,乙军的多次入侵行动均被打退。 面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布的战报数据,乙军也不得不承认,称已经有50多名以色列士兵阵亡,更是没有敢披露受伤人数,由此看来以色列这次入侵黎巴嫩算是踢到了铁板上,虽然以色列利用空中优势对黎巴嫩发起狂轰乱战,斩首了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领导人,但是自己也被打得满头都是包,不但军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。 以色列北部更是草木皆兵,更让美国和以色列都感到心筋肉跳的是,10月22日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高超音速导弹,竟然绕过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空系统,和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,甚至连美国刚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也没有反应,成功击中以色列的军事目标,这也标志着美国萨德反导系统,也已经被胡塞武装直接打穿了。 我们看到对于胡塞武装宣布的战果,这一次以色列军方竟然罕见地保持了沉默,由此可见又被胡塞武装给打爆了。 就在今天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也宣布,使用新型导弹打击并击中以色列的目标,同时开始向以色列境内发射新型无人机,拦不住了,真的拦不住了。 美国和以色列此前吹得神乎其神的,世界上最安全的防护系统,甚至拦截率可达百分百的防护神话,如今在黎巴嫩,胡塞武装和伊朗,轮番打击之下彻底打出了原形,让美国的防空神话彻底的在全世界面前轰然崩塌了。 说到这里了,大家应该明白了,内塔尼亚胡尽管手段使劲,但是奈何美国就是不愿跳进中东,这个以色列为他挖好的大泥潭里面,去和伊朗展开正面开战,面对一次又一次被打脸,恼羞成怒的以色列彻底疯狂了。 23号夜间,乙军再次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,发起了猛烈的空袭行动,对数十个目标同时展开猛烈打击,妄图击垮黎巴嫩真主党党武装的反击浪潮,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万万想不到,在几乎斩首了黎巴嫩所有高层指挥官之后,如今的黎巴嫩武装竟然还如此能打和顽强,并且让整个以色列陷入进退两难之中。 虽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为自己的个人前途,执意将继续在中东燃起战火,但是以色列军方也已经不干了。 在昨天我给大家说到了,以色列在经历了一年多的高强度战争之后,军队内部厌战情绪浓烈,甚至一百多名士兵集体抗兵,形势这样发展下去,对内塔尼亚胡越来越不利了。 我们看到对九宫不下的黎巴嫩,以色列国内已经发生了严重分歧,今天以色列参谋长突然对外表态,称我们已经斩首了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所有高层。 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真主党武装,在北部的战争有可能彻底结束,这可是一个重磅信号,那就是以色列军方的意思是,已经把高层指挥官全部斩首了,这场战争就应该结束了。 很显然这也是直接喊话内塔尼亚胡建好就收,以避免陷入更大的泥潭当中下不来台,看来对于黎巴嫩真主党这个难啃的硬骨头,以色列也已经开始在找台阶下了。 在以色列杀害了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之后,整个中东都已经陷入愤怒浪潮之下,如果以色列再不抓住利用辛瓦尔之死,宣布达成复仇目标,从加沙撤军这一最后的稻草,执意在加沙对哈马斯赶尽杀绝,同时和黎巴嫩的战争持续升级,甚至是铤而走险袭击伊朗本土,挑起第六次中东战争,那么等待以色列的注定是崩盘的开始, 巴以冲突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,其实真正荒的不是哈马斯,而是以色列,为什么这么说呢?这场战争以色列可能会输得很彻底,并且连翻身可能都无望,因为大家都知道,阴谋往往大家可以想办法去应对它,可如果这是一场阳谋呢? 起初大家都觉得以色列可能会拉美国下水,可大家发现美国根本不是这套,死活就是不下水,这让以色列彻底没辙了,这也充分证明美国的政治基本上,被犹太人掌握在手里,但仅限于掌控政治,并没有影响到军队, 不然的话恐怕早就发兵结束这场战争了,其实巴以冲突并非是头一回,打来打去这么多年了,哈马斯根本不就和以色列打仗,之前没有被曝光出来,是因为大多数西方媒体都被犹太人资本掌控着, 所以他们为了美化侵略者的以色列,竟然把侵略他国的行为,包装成正义文明的守护者,把巴勒斯坦这个真正受害的反押部举动,定性为是反叛势力,不过也和巴勒斯坦之前的反抗有关,并未对以色列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,打了这么长时间,这在以色列战争史上,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,足以看得出哈马斯这次达到了以色列的痛处,和以往不同。 这次他们动真格了,以色列没有打垮哈马斯,那号称全球顶尖的情报机构摩萨德还有中情局,也没调查清楚,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到底关在什么地方,有些人会说哈马斯可能早就秘密把那些人给处决了,但从实际情况来看,应该不太可能,因为美国正在促使巴以之间的和谈,如果没有看到哈马斯手中筹码的话,恐怕美国也不愿当这个和谈。 是了,但问题是袈裟都快被炸了个底朝天了,还是没有找到被关押人在什么地方,其实仗打到这份上,以色列已经输得很彻底了,因为两国方案盟军已成气后,联合国成员国中,已有143个都公开承认巴勒斯坦国,可见大势所趋,以色列凭一己之力,根本不可能阻挡得了。 对现在的以色列来说,他们惧怕的不是哈马斯,而是两国方案,此前在联大会议上,眼瞅着巴勒斯坦国决议通过了,以色列代表全然不顾国家形象,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,把联合国宪章给撕了个粉碎。 对,如果两国方案通过,那以色列政府就得面对旧约神话里那种神权垮掉,民众会彻底失去信仰,到那时内塔尼亚湖就会被认定为,让以色列流血丧命的头号凶手。 现在的以色列如果还想拿着,要保住神权幌子与全世界为敌的话,这场战争他们必输无疑,虽然不知道战争会以何种方式结束,但可以肯定的是,内塔尼亚湖的下场恐怕不会太好。 李以大战的最新战报来了,今天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对外宣布,自李以开战以来,已经打死打伤了700多名以色列士兵,有近30辆坦克,数十辆装甲车以及推土机被摧毁,乙军的多次入侵行动均被打退。 面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布的战报数据,乙军也不得不承认,称已经有50多名以色列士兵阵亡,更是没有敢披露受伤人数。 由此看来以色列者